就是说国民党的乱源从2016年已经重向 一直重到了今天 到了现在还在为那些老问题在那边不停的打算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韩国瑜啊 最近跟很多的朋友一样 他很心烦又心很累 他老是认为国民党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 七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得到教训 他讲为什么没有得到教训 他就说国民党难以基本群众的焦虑感 现在比2016比2020还要来得深 这个是出乎他的想象之外 当然我的朋友跟我转述 跟我转述韩国瑜的心境 他为什么讲这些话 他说各位去看 2016发生了换柱事件 那所谓换柱事件 各位可以知道对国民党造成的伤害 一直到现在阴影能在 就是说国民党的这些支持群众看了民调 你洪秋柱的民调直直落 不行你应该选不上 选不上我就要换人 他殊不知这个政治后遗政 不是你能够预料 他况且这个大选这种事 不是说你你换个人就可以把所有问题解决掉 搞不好你换个一个人是搞到最后是越搞越差 所以他说2016的教训 他说朱立伦曾经赢过蔡英文 在台北县长就是新北市长这一亿 朱立伦曾经赢过蔡英文10万票 结果到了最后他连他自己的老巢 新北市就是台北县都保不住 他说你看民意的变化那有多快 那第二个他说再来看2014年 一个是连胜文一个是丁守中 他们那个时候要出来选 可是当连胜文的民调下来了以后 燃银的基本群众说一定要赢柯文哲 那最好派一个能够赢他的叫做丁守中 好结果呢2014连胜文输了 到了2018就派了一个谁 丁守中 那个时候你很多人又要拱蒋万安 你派了丁守中你还是输吗 你还是输给了柯文哲嘛 事先不管民调怎么样 但是我跟丁守中旁边一个人讲 注意民调在3%以内 他那个时候他还不相信 我也曾经把这个民调数字告诉了费鸿泰 费鸿泰问我说民调的出处 我说抱歉了我不能告诉你 我说他们输赢就在3%以内 况且是柯文哲赢 最后一天我告诉了费鸿泰 因为我无意间碰到他 我说这一次丁守中不可能赢 那当然事后大家讲是有很多重原因 但是真正基本上 这个问题就是出在 这个蓝营群众都相信 派谁来一定赢 只要他民调不好要马上换人 我告诉费鸿泰民调在3%以内 况且是兵守中书 从这个角度我就可以告诉各位 就是国民党过于乐观 到了2022的时候又是蒋万安 他们就期待蒋万安 但从这一些可以看得出来 蓝营的这一些基本群众 对于选举他们容易产生焦虑感 就是在于胜负 那心烦又心累 那从这一次 你侯友宜出来选的整个的过程当中 那让韩国瑜心烦的事情 心累的事情更多 因为媒体一直拿韩国瑜 跟侯友宜之间的关系做文章 认为他们什么时候 同框什么时候 能够三位一体等等 就是说去在炒作这个东西 但是他们发现 韩国瑜他也发现 你侯友宜现在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民调差现在又要换人 说要换郭台铭 他说国民党从2016年到现在 将近八年的时间 很多的候选人 你不断的要换人 他说换人的结果 如果能够解决问题 那当然最好 换人的结果反而去制造了一大堆的问题 这个看了会非常非常的心烦 就是说国民党现在一看侯友宜的民调低落 他就希望最好是由谁出征 郭台铭 那其实坦白来讲 你郭台铭的民调 未必会比侯友宜高 朱立伦的民调 也未必会比侯友宜高 那这一些呢 在党义跟民意的双重压力之下 国民党为什么老是会想到 所谓的幻象的问题 各位去看看 这个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事实上就韩国瑜的本身来讲 他当然支持国民党 但是这个中间 他为什么又是心烦 他又是心累 就是身为一个政治人物的身不由己 就我所知 现在很多国民党的小鸡们 都目标都锁定在韩国瑜的身上 希望韩国瑜啊 在选举开跑了以后 能够多为他们站台 能够多为他们造势 这些小鸡就是想到自己 但是只要韩国瑜这样子做的话 那请问侯友宜心里做何感想 党中央又心里做何感想 我们从这个角度上面 各位去看 你很多的问题 现在一一的浮现 就是说国民党的乱源 从2016年已经中将 一直中到了今天 到了现在还在为那些老问题 在那边不停的打转 除了打转以外 就是频频的想要换将 来支持更多群众的支持 结果呢 一旦换将以后 兵败无产党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 国民党蓝营 基本群众 第一个他没有自信 第二个他集体焦虑 那你第三个他不知道方向 那你第四个 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吊 吹到了最后 就把一场大选 无论是大选 无论是区域 无论是不分区 完完全全的吹垮 这个就是国民党 现在面临的困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